大家好,希望大家是月頭joinpatreon,吃完整個月就最好 另外記住,應該快打風了,鎖好門槍 我今天都搞了很多關於防風措施 大家都知道我新居日火了 所以第一次搞,搞得徹底一點,都用了不少時間 不過都希望盡力為大家繼續做蔡右萍 首先都要跟黃馬球迷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又是忙到,來到今天才有時間補回黃馬 或者西甲的賽事,黃馬歐聯的賽事 黃馬贏了國際米蘭之後,我當時做完蔡後平 後來有五場的黃馬賽事,我做不及了,累積到今天 首先作客絕殺華倫西亞,是1比2的 然後主場贏馬略卡6比1 然後主場0比0打和維拉里爾 但是最後來說,有兩場球連輸的一場 就是歐聯主場輸給摩爾多亞的球隊 舒烈夫 最後在國際比賽之前,就回來西甲輸給愛斯賓奴2比1 大家都想知道,黃馬為何連輸兩場 明明之前贏得很凌厲,入很多球 為什麼後來贏不到維拉里爾又要輸兩場比呢 就是舒烈夫和愛斯賓奴呢 首先,看這一隊舒烈夫,歐聯的對手 黑馬感覺都挺重的,進攻有些板斧的,難搞 其實舒烈夫第一場的歐聯都贏過切,這個是沙達的 但是黃馬基本實力始終是好一點的,為什麼都會輸呢 黃馬的進攻最近明明挺強的 直接贏完國際米蘭招對華倫西亞 沒有什麼輪換的情況下 還要先落後,都能夠最後絕殺華倫西亞 本來我都沒有想著他們可以贏到華倫西亞 但是安查洛提,透過調動用兩個巴西的快馬 雙逆齊飛,立即利用到邊線的進攻能力 就是左邊的進攻點,雲尼斯奧斯拉邊 一球自己拉空自己,再射入 另一球他斬進去,第二球絕殺 做到了上一季,巴西兩隻快馬一起出的時候很厲害的狀態 老本航來 然後對馬略卡,直接贏到6比1 進攻火力就很爆燈 但是為什麼對維拉里爾和舒烈夫呢 然後最後對愛斯賓盧 那個進攻火力都關火,為什麼呢 答案其實黃加馬德里一直都不是贏組織 不是贏他們的4231結構組織 只不過是贏級數,贏個人能力 首先本來其實應該要輸給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是機會多些 不過黃加馬德里最後就是贏到把握力 沒錯,雲尼斯奧斯拉邊做到一些面對密集的基礎 但是你看對著華倫斯亞那一場球 其實是真的好靠個人能力 第一球是雲尼斯奧斯拉邊自己找空位 其實自己射入,沒什麼組織 第二球是直球明賣明賣 很靠個人能力,也不是靠組織 去到第二場對馬略卡入六球 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組織 六球當中有五球都是盡快完結攻勢 有一球是靠對方送大禮 整天都是能夠一拆過半場之後 立即盡快完結攻勢入球的原因 是馬略卡做了沒有用的防守方法 馬略卡沒有用的防守方法 就等於烏克蘭在歐洲國家盃的防守方法 無靈兩下的壓迫 前面的壓迫力又不強又不近身 但是後防線的深度又不夠 推了上去後防線 打身後就很容易一拆過半場之後 就給對方很多空位 單刀、半單刀、打快攻 基本上馬略卡是不停放大黃馬的個人能力 即是不是有什麼太大的組織 是根本有很多空位讓你發揮個人能力 但是一去到對著維拉里爾的時候 維拉里爾就不是做無靈兩下的壓迫 而且後防線深度保持足夠 是能夠回來收足防守區域 那黃馬就變成無法盡快完結攻勢 雖然你都看到黃馬都想盡快完結攻勢 但是對方後防線深度保持足夠 就變成根本沒有空間讓你盡快完結攻勢 而且你留意到就是最近黃馬打4231 但是原來是想打盡快完結攻勢 即是戰術和結構是牛頭不搭馬嘴的 4231四個進攻點可以讓你在前面破密集 但原來你不是想控球再破密集 你只不過是想盡快完結攻勢 即是說你根本就不需要用到四個進攻點這麼多 你的盡快完結攻勢太過快完結的攻勢 即是說你要很快回到防守 那麼你4231要快點防守 你就不夠防守中場了 所以就解釋了為什麼黃馬最近失的球 全部都是輸快攻 Early cross 明顯就是不夠防守中場回來 其實輸給這個 就是舒列夫的時候都是一樣的 都是太過快完結攻勢 給了對方多了進攻機會 4231玩控球在腳 減少防守時間才是4231要做的事 你才可以掩蓋到4231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的弱點 就可以做回4231的破密集優點 如今你想盡快完結攻勢 你就根本不應該4231 你不如4233好過 這樣就符合盡快完結攻勢的需要 用4233應該不用輸給舒列夫 至於你說4233未必破密集 但我都可以見到 就是你用4231對著維拉利爾和舒列夫 就是破不了密集 安澤樂提也是盡快完結攻勢 他的概念不是破密集 皇馬並沒有破密集的組織或者意識 盡快完結攻勢根本 就是等不到進攻點上禁區頂 就組織了 主角都未上到來 未入到局 未入到角色 你就已經完結了 那你還說什麼破密集 還說什麼4231的組織 去到最後一場輸給艾斯芬奴 還要獨立出來說 因為這場的結構和之前不同了 之前我都剛剛聽到我說 我建議皇馬既然盡快完結攻勢 就不需要4231四個進攻點這麼多 用4233什麼都夠了 三個進攻點都夠玩盡快完結攻勢 之後有足夠的防守中場去防守 4233保守點OK完結了 但是安薩諾提這次對艾斯芬奴又過分保守了 4233保守點他不是 他直接用到4-4-2 只剩下兩個進攻點四個防守中場這麼保守? 卡馬雲加和華為迪根本辦不到兩邊進攻點 是真是一個四個防守中場的結構 安薩諾提打算四個防守中場解決之前的防守問題吧 誰知道這樣產生了另一個防守問題 搞到14分鐘就落後給艾斯芬奴 就是之前這個皇馬是輸快攻 安薩諾提打算四個防守中場不會輸快攻 誰知道四個防守中場反而輸收縮防守區域 整件事是不是很違反直觀 多了防守球員反而收縮都要輸 事情就是這麼有趣 你八個防守球員反而輸收縮 原因就是你前面只剩下兩個進攻點 被人進攻的時候 你根本就前面打不回反擊出去 貿防線受壓的時間多了 壓力大了 其實就有點像狗手必失 而最搞笑的是 安薩諾提今天反而又不是玩盡快的完結攻勢 他反而4-4-2走來控球在腳 送他自己入主攻陷阱 不停老鼠拉歸 所以就說這一場又是結構不符合戰術的需要 又或者叫結構不配合戰術 總而言之都是牛頭不搭馬嘴 沒有了兩邊的進攻點 強行中路突破 對方中路最多防守球員太密容易失控球權 黃馬上半場失球就是這樣失控球權 再給對方拿到機會進攻 黃馬再輸收縮 上半場4-4-2輸收縮 半場轉回4-3-3 出兩個巴西快馬拉兩邊好很多 六十分鐘的時候用完祖域前鋒 七十分鐘有足夠的進攻點 打快攻搞定 再加上兩波越位的炸壺 足以證明黃馬不再打4-4-2 大有喜悉 雖然下半場早段不夠專心 被人快開罰球搞定了 加上兩波的炸壺 但足以證明黃馬多不專心 以及運氣多差 不斷吃炸壺也好 下半場4-3-3 或者四個進攻點 都比4-4-2 至少可以跟對方打成平手 所以如果由頭到尾都是4-3-3 黃馬這場對著愛斯賓奴 應該是最低消費不用輸 但可惜黃馬就是4-4-2 上半場落後左在先 只有下半場一比一平手 總比數都是輸回1比2 就是都是輸 所以就是輸過上半場 輸過4-4-2 又是輸過結構和戰術 牛頭不搭馬嘴這個緣故 而且都很有趣 就是強隊通常用兩個進攻點 4-4-2 或者3-5-2 這些結構 都是不弱而同 無毒有偶 衰收尾 這個打得不好 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車路士的3-5-2 成績就弄得有點彎彎 黃馬今天是4-4-2 也輸了 就是說 其實你逢是強隊 你要多點面對密集的時候 你越少進攻點 你反而越下不了對方的底線 你越不能為對方的後防線提供壓力 你反而容易被對方打反擊 或者攻回頭 對了 你3-5-2和4-4-2都有8個防守球員 沒錯 但你都會失球 你都容易失球了 原因就是 你根本是你需要進攻的 你是強隊 你要面對密集 但是你的結構是保守 牛頭又不踏馬嘴的時候 你下不了底線 但其實你的防守中場都上了前場 你同樣都會被人打反擊的時候 你被人打反擊的起點 就不在對方的底線 可能就是防守中場都下不了的 就是30-40馬的區域 那就是對方的反擊路線短了 所以就是說 你需要主攻 或者你需要面對密集的時候 你反而出一個很保守的結構 不夠進攻點 你反而更加容易輸反擊 這些東西全部違反直觀 但是在足球場上 就很多時候都是發生一些 大家同認知 有出入的事情 或者是事實 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安察樂提出了名 他最喜歡或者最厲害 就是承繼上一首教練留下來的 優質遺產再發揚光大 為什麼這次暫時未做到呢 記得要在Patreon繼續支持 我繼續說下去吧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你可以安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拜拜